刚刚的动作我特别注意,最重要的几个重点 大概说一下,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所谓的定义名称 这个假设你之前对于定义名称不熟悉的同学 建议可以多多演练 那定义名称的好处是说,如果你的资料范围比较大 然后跨工作表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在他的左上角名称方块上输入一个名称 那以后要存取的话呢 记得就是记这个一个快速键叫F3 他可以去存取这个名称,第一个定义名称 第二个的话就Countif 所以Countif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范围 那我就把它改成,用F3 F3他就会跳出一个名称的清单 所以你可以定义很多个名称 那以后按F3就可以调用他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将来筛选的部分 就是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他会出现一个箭头 你就可以把你要查的资料留下来 那你不要的部分 他其实理论上他就是隐藏起来 那隐藏的话就是让你看不到 但是他没有帮你删掉 他只是隐藏在这个列里面 所以有点像躲在里面 当你选的时候也选不到 复制也不会复制到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 然后可以把资料呢 可以Ctrl-Shift向下 然后Ctrl-C 再把它Ctrl-V贴上过来 OK类似像这样 那其实已经够快了 所以特别重要 定义名称加Countif已经够快 可是问题 如果说假设你每天都要做一遍的话 其实也蛮浪费时间 而且如果你要查的资料很多的话 那其实你应该就是必要把刚刚的这些流程 把它转成用VBA来做撰写 可是要怎么样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变成VBA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EMO一下 最后变两个按钮 在查询结果这个工作表里面 我希望它有两个按钮 按下这个按钮 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做完 直接把结果帮我列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把结果删掉 OK类似这样 那我们按一下 基本上的话就是把刚刚的动作 做一遍之后呢 结果就倒过来 所以有点像一个查询系统 只是说你没有输入条件 当然以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可以输入条件的查询 比如说你要查什么样的资料 查完之后倒过来 OK 然后清除 清除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首先的话呢 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那个云端白板 云端上面的这个说明 其实比较早期的话 我第二页里面这边有提到 其实我早期是教那个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其实录制聚集当然也没有问题 它基本上也会帮你把程式产生出来 只是说录制聚集 当然我是建议还是 如果你是一个step一个step做的话 还是建议呢 加上所谓的那个注解 不然的话呢 你每个动作做完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他做了什么 OK 那即便如此啦 你会发现做出来的结果 程式好像非常的冗长 你看写这么多 那如果说后来我就想一想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不用录制聚集的方式的话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案 可以把刚刚这些动作快速的做完 OK 其实后来发现可以耶 而且很多地方跟前面交的部分 都有雷同之处 那只是说呢 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因为它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们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 工作表物件 也就是说呢 假如说你是在哪个工作表的话 那记得喔 SHITS 刮符就是哪个名称 比如查询名单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不同工作表 你可能要给一个工作表名称 否则的话呢 程式会出现错误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按下去 当然它知道就带过来 按清楚就 就把资料给删掉 那因为跑的会比较久一点 是因为 我们要查的资料相对比较大 OK 不过至少我是觉得 比人工来做一定是快非常多 那首先的话怎么做 一 开发人员 连用Video Basic 二的话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 程式比想象中来的简单许多 比刚刚录制剧集简单许多 总共的话呢 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要把康义部的公式 放到指定的范围里面 所以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先把这个筛选恢复一下 第一步的话一样 我们要增加一个按钮 在哪里查询结果这个工作表里面 它的名称叫黑名单筛选VBA好了 那所以我们写的方法 不外乎插入一个模组 前面讲过 然后呢再打一个sub 黑名单筛选 我这边多一个VBA Enter 好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我要把什么 把那个公式 先输入到这个范围 从哪一个呢 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 1000啦 所以其实1000 那我们再这样写 所以我们 当然现在先 暂时先不考虑 先不考虑 不过等一下要加上那个 哪个工作表 所以先打我们熟悉的 所以是for i等于第二列 到 第几列呢 第1000列 1000 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公式 哪个公式呢 Count if 黑名单A2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储存 这个储存叫什么 按个TAB 这个储存叫Sales 前面有讲过 刮胡 第i列的B栏 意思是说帮我丢进来 OK 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 所以双引号两个 再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放到那个双引号里面去 取消一下 放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 贴上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公式丢到这里面来 那当然有个清除啦 清除就是两个双引号啦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需要把A2的2改成I 那改的方式前面有讲过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I 然后把AND前后空格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先把这个先delete掉 OK 然后这边再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它公式就丢过来了 诶 第一步就完整 可是各位要特别注意有一点 因为我们将来的按钮 是在哪里呢 在这里 可是它的工作表是在这个工作表 那也就是说我们是跨工作表 那意思就是说 将来呢 假如说你是这个sale 那如果说你假设现在 你是没有切到那边去 你现在执行 从按一下按钮的话 它会把公式丢到自己本身的这个工作表 而不会丢到这个工作表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记得 把这个储存格前面加一个工作表 跟他讲这个储存格在哪 在这里 不在这里 怎么叙述呢 特别注意 就打一个sheets sh et-s sheets 刮胡 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给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是这边 显示出查询名单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打一个查询名单 名称记得不要打错 查询名单里面的那个就OK了 所以我把这边假设我把这边先删除掉 然后切过来哦 那我现在直接在这个工作表执行 如果你没有打这个工作表名称的话 它会跑到自己本身的工作表 可是如果你加了这个叙述的话 它就知道说你是丢到这个哦 所以你看切过来 对 它这边就丢到这边来了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是从这边按下它 然后呢 帮我把这些公司先丢过来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做什么 刚刚不是做过 就是游标放在B1 筛选 资料里面的筛选 那筛选的话呢 我们是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给1就好了 1的话是数字1 然后按确定 OK 那可是问题哦 刚刚做的这个筛选的动作 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该怎么写 其实特别注意 也非常简单 只要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再来的话 把公式丢过来了 然后Enter一下 所以这个上面是第一步 就是输出那个公式 也就是conve的公式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做筛选 所以第二步是筛选 那筛选怎么筛选 那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 你要告诉他说 哪个范围 你要做筛选 所以呢 跟他讲说 你要筛选的范围 就是从那个什么A1 筛选的话 跟他讲就是整个范围 所以这个地方筛选先取消 最好 从A1一直到哪里呢 到B1000 整个... Ctrl 向... 向... 右向下 OK Ctrl 向下 OK 那就是要B1到B1000 这整个如果你要筛选 记得你要先跟他讲说 我要针对这个范围做筛选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就跟他讲 我把那个程式筛选的部分的话 第二阶段就是 那写的方法就range 范围 range A1 冒号 到B1000 点什么呢 我要做筛选嘛 那如果你要针对这两个栏位 就是这个 这一个范围做筛选的话 你就 他的筛选 的那个方法名称 BBA里面的方法名称 叫Auto Filter Auto 你打一个 Auto Auto 这边就会出现 OK Auto Filter 实际上 就是那个什么呢 筛选的英文名称 OK 那我们就Auto Filter 筛选 然后空一格之后的话 其实只要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 那空格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边有粗体字 Field 哪一栏 因为我这边范围总共有两栏 因为我这边范围总共有两栏 第一栏是那个什么 Email 第二栏是 就是 那个什么 我们 有没有查到的数量 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数量 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两个范围的第二栏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栏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栏 就是过去 你会发现 不过还是会有一个老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将来我们的 这个 我现在直接RUN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RANGE 我要做筛选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现在我把它执行的话 它基本上一样丢公式 一样帮你把1的部分留下来 OK 那第三步的话是要做什么 现在就留下来 所以这个1丢公式 2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1的部分留下来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把 这个范围的资料call过去 那这个范围的部分call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怎么 一样嘛 这个范围就是RANGE 哪个范围呢 我先拿这个复制 哪个范围 这个范围 特别注意哦 上面的查询名单 这个名称不要 所以我从A2 那B栏的部分不要 所以你请你把这边 把B1000改成A1000 因为我只要 就是A栏的部分资料 因为我复制过去的话 就是指A2 一直到这个下方的所有资料 那帮我复制到哪里呢 帮我复制到查询结果里面的A1 OK 所以我要怎么复制过来 这边的话 其实RANGE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叫 点Copy 点Copy Copy的话意思是复制的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也蛮常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我要怎么样把某个范围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其实就这样 我要把我找到的资料 Copy Copy空一格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Distination 你要放哪里啊 那我要放在查询结果里面的A1 那我就跟他讲说A1 其实你就把这个地方 把后面空格的地方 加一个RANGE 然后呢 把他改A1 A1 OK 不过这个最后一样的同样的问题 因为将来按钮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是跨了这个工作表 去Copy到你目前的A1的话 那记得 因为 来源部分是在这里 跟他是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 A2到A1000 前面记得要加什么 加一个SHIT查询名称 那 点Copy之后的话 后面 这个RANGE A1是在查询结果 所以 查询结果因为 跟他是 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 这个前面不用加 OK 但你想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加 可以啊 但是你加的话 你变成说 你要SHIT刮符 里面的话就是查询结果这个名称 不过有时候多辞一举 明明就是在同一个工作表里干嘛加 OK 等于是 不需要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RANGE A1 前面 就不用跟他讲说 在哪一个工作表 如果没有加 那表示是在 同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OK 那我们就把程式写完了 1 1的话就是什么 把那个公式放过去 2的话就是把它筛选 3的话 资料call过来 call过来 就这样写就OK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设个中断点 先把公式丢过去 然后呢 再筛选 然后再copy过来 所以这个筛选嘛 刚刚有做过 然后copy的话呢 就是这一行 把我们刚刚的这个 找到这个范围的A1到A1000 那有些隐藏就不会被call到 所以就把它call过来 call过来 点copy Destination 就A1 好 这样就call完成了 那程式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当然你用录制去集录下的东西 真的程式太冗藏了 可是如果你自己写的话 就简单写 只是说你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那个 跨那个工作表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跟他讲说 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记得一定要多一个序词名称 在哪一个工作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这个 点copy 就是 Autofilter 筛选 就是一个动作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哪一栏 针对这个范围的哪一栏 给什么条件 所以其实筛选还蛮简单的 那把资料call过来的话 就点copy 后面只要跟他讲说 copy的头就可以了 你想说 那他怎么知道 自动延伸出去就OK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把这个写完就OK 最后清除也很简单 清除的话就把这栏给清掉了 所以这栏怎么清比较简单 那我发现干脆什么 用colns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用清除 清除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之前的写法 这个range删除 或者是你可以用colns 所以我在云装摆法 我用colns colns就是栏 colns colns 点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点clear content 或点clear都可以 或者甚至我们等于空的看看可不可以呢 按哪一栏呢 你可以跟他讲说 针对A栏的部分 帮我把资料清空 印象中好像写这样也可以 等于空的 我执行看看 我不确定 我执行 可以 没有资料 把里面丢 空的 或者是说A栏里面呢 把资料清空的话 就点什么 clear clear的话就清除全部 这样 执行 然后clear的话呢 就把资料清空 请各位试试看 这里面两个 虽然程式并不冗长 但是我觉得相当好用 尤其是那个Auto filter 加上点copy 那这两行 其实就可以写出查询系统 好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哦